这位歌手可以说是好久不见了 想当年他的一首《当你孤单》 你会想起谁是创造了 网络下载啊 彩琳下载的多个记录 没错啊 他就是微笑男孩张栋梁了 在转同新东家之后呢 张栋梁日前推出了自己的全新专辑 《别再惊动爱情》 不过这一次啊 微笑男孩蜕变成了一个魅力熟男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栋梁 很开心 我的新专辑《别再惊动爱情》 即将要发行 睽違乐坛两年后 歌手张栋梁带着全新音乐故事概念专辑 《别再惊动爱情》卷土重来 日前他就与工作人员非赴美国 为新专辑拍摄封面照 然而看似浪漫的背后 却被张栋梁称之为 上刀山下火海般的辛苦疲惫 第二章之后 王子啊还有沉默还有精选 都是在棚内拍的 所以忘记原来拍专辑封面 可以这么的累 这点感觉整个就一直有拍MV的feel 然后上山下海 即将发行姜蒙心东家后的首张专辑 重新出发的张栋梁 化身为流浪的城市边缘人 带着与以往全然不同的经历与感触 为歌迷们带来了一篇篇感人肺腑的音乐小说 这一次主要的概念就是要讲述一个流浪在城市边缘的一个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出现在铁轨 出现在海边 就是有一个流浪的feel 未从偶像转变为都市亲属男 张栋梁与造型师更是亲身飞赴亚洲潮流之都东京取景 力图给歌迷全新的视觉享受 而他本人对于这次的形象大改造也是相当满意 有跟造型师然后还有跟企划一起到东京去做采购奖 然后所以也算是自己有给很多的意见了 那再加上大家的帮忙 所以这一次有还蛮顺利的找到我们想要找的一些 包括颜色还有一些造型想给人带来的感觉 娱乐金天风整理报道